你好,我是David,今晚来看一下我当初送去CDC来批分的漫画 经过两个月呢,现在总算回来了 这些漫画呢,有包括银代、铜代和现代的漫画 因为呢,有这些不一样时代漫画,我们就从漫画公司来开始看 呃,第一个呢,我们从Image来看,这个是Glory和Evangelon 第一,然后这个是Chrome Edition呢,就所以说是亮亮的,非常不错 然后呢,这是Wrap Around Cover,就说有双面都是 都是Cover,所以呢,你这样前面看起来不错 后面看起来也很漂亮,所以呢,这个叫做Wrap Around Cover 然后这一本漫画呢,美国漫画来讲,Image是非常不好 非常不错的公司,所以呢,这是非常好看的漫画 然后呢,这是一集的漫画,所以呢,这是一个共同故事 所以蛮好的,如果你是1980年代出生 或者是1980年代开始看漫画的,或是看卡通的人呢 你应该知道这个叫做超时空要塞的漫画 这个漫画呢,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卡通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是从卡通开始看起来 所以呢,这有36集 每一集呢,都是照卡通来,来做画这个漫画 这个呢,就是 那个超时空要塞的直接翻译版 是Official English Adoption 然后呢,这是Comical的漫画 1984年 然后呢,这个叫做Wrap Around Cover 所以呢,这前后也是合在一起的漫画 然后这个是9.0,我总共送去5本 但是呢,只有这一本最好 其他的就是7.5和6.5 这个就是7.5 这是角落呢,你可以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有弯过 所以才是7.5 这个呢,也是7.5 这同样的问题 就角落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6.5呢,就是 这边支架呢,有 多于刚刚7.5的 所以呢,分数比刚刚这个低很多 就是 这个原因 这个也是6.5的 虽然说呢,这些是6.5 但是呢,他这个cover本身 这个封面呢,本身是还是很好的 颜色也是不错 没有这些颜色破掉啊 或是折痕的问题 但是呢,因为这个支架这边有折到 所以呢,才会有这些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从DC的漫画 DC呢,这是Detective Comics Mac 500是7.0 他这个呢,漫画是纪念版 每年都有一个纪念版 所以呢,这个漫画是非常不错 他这7.0是因为这一边呢 那个当初影印商 有出一些问题 所以这边白白的,所以看得出来 所以才变成7.0 支架呢,也是有点点被打到 但这一本漫画 本身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是1981年 所以也是蛮旧的 这个漫画因为是纪念版的 所以非常多页 所以呢 就如果是看漫画的人 这个这本 这个就可以看 看得蛮久的 然后呢,7.0 Superboy 206 1975年的 7.5 是因为这边呢 也有折大 所以呢 分数有点降低 然后因为这年纪比较老 然后呢,保养可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夜数有一点点 变黄 所以就变7.5 这个呢,也是7.5 Superboy 210 然后呢 这个黑色看起来不错 但是可以看出来 角落有点问题 他这个故事呢,就是Original Karate Cat 功夫 功夫小子 然后呢 他这个呢 就是 黑色 这个 颜色做得不错 所以呢 虽然说是 支架有点撞到 但是还是7.5 然后呢 DC的最后一个就是 Flash 22 当初我们有讲过 这个Batman 21 22和 Flash 21 22 这今年的这个漫画 有一个小故事叫做 Button 扣子 故事 他们都是说有 Lenticular Cover和那个Motion 3D Cover 就是说 你移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封面 旧的和新的Flash 就是 闪电侠 他们就是可以看出来 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回来9.8是因为 这个是新的 然后呢 我送去 也安全送去所以呢 就 就是完美的回来 虽然说 有可能可以弄到9.9 或者是10 但是机会是超级少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R7 Publication 在美国漫画呢 有一个叫做R7 Comic 这个是比较年纪低一点的小孩看的漫画 所以呢 他这个呢 就是 比较 比较 简单化一点的漫画 然后笑 笑话度也增加很多 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R7 Girl Betty and Veronica 148 3.0 是因为角落的问题 然后呢 这些人物呢 都是比较简单化的 但是呢 美国人还是 小孩子还是会看一些这种比较简单化一点 因为 笑话度蛮好的 呃这个呢3.0也是因为这个是小孩看漫画所以常常有人折到啊什么的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折痕然后这支架也是 也折到很多所以才变3.0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50集 呃3.5也是因为这边是小孩看到有很多折痕但是呢漫画本身看起来不错 然后这颜色也弄的不错 3.5 是也是 蛮不错的 呃算是 155 然后呢是 5.5分是因为 这个呢本身不错 但支架还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人物就说 诶 练一下日本功夫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是 是非常不错的 像这样子穿一个日本功夫因为他去 去看 照顾小孩 所以他说 小孩是很危险所以他穿日本功夫来 来做 看小孩的动作 所以呢就可以看脚落是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呢 造成这个0.5分的 的分数批分 但是呢 这封面看起来不错颜色也不错除了这支架以外其他都不错 但是封面掉了就是背面掉了就是背面掉了 然后 现在呢 1611级 5.5分 这整个看起来不错 除了这支架有问题 然后 我这些呢都是 offright to white pages 所以呢都是比较 黄一点的 黄一点的叶数 这些也会让你分数掉很多 所以呢 才会5.5 虽然说前面看起来不错除了一些支架有问题 其他的都是 不错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marvel comic marvel comic 如果你有看这个 Guardian of Galaxy 的话 你就知道谁是Rocket Rocket呢就是 一个网雄的人物 然后呢 他现在有自己的漫画了 这是第1集 这是5月2017年的漫画 然后是9.4是因为 呃 这角落呢 当初我看的时候有 有被打到一点点 所以才会这样子 这个呢就是 网雄画得不错 这紫色也是不错 所以这个 这个封面呢是非常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Fantastic 4 这个蛮旧型的 呃 172 然后这是6.0分 是因为 他 也是角落问题 但是呢 这里 和这里 有被严重一点打到 但是呢 颜色 和这个漫画本身呢 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这个跟的电影 蛮 蛮接近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是比较久 所以夜数比较差一点 Size 160 5.5 颜色是非常不错 也是因为 这个夜数有点黄 然后呢 这角落有点被打到 所以呢 才会比较差一点 这个呢 情况有好 蛮多的 然后呢 这个 也是红色 到橘色 到黄色 的 颜色 差别非常明显 然后呢 让混进去 瘦不错 所以是6.0 这个是 162 然后呢 这个人物 画的都不错 就是跟 跟军方 互打 这169 6.0 这个呢 黑色 是 是非常不错 没有这样子 颜色破掉 或者是 油刃其他问题 角落 是比较差一点 然后支架有一点点弯到 但是呢 这个 弄得不错 所以呢 还是6.0 好 这个就是 FANTASTIC FOUR 170 7.5 这个呢 也是 颜色不错 然后呢 这个叫做 有POWERMAN LOOKAGE 在上面 LOOKAGE呢 如果你有在看电视的话 就可以看到 这个LOOKAGE 现在慢慢开始有名了 所以 有这个人物在上面 是不错的 7.5 是因为 这颜色有点黄 支架有点问题 好 现在到DARE DEVIL 1130 7.0 7.0 他这个呢 是 黑色非常不错 没有破掉 角落也不错 但是呢 因为里面 有出一点小问题 所以才变成7.0 他们批分的时候 他们会一页一页 开始打开 看有没有 有没有人 画东西在上面啊 或有人 破坏东西 所以呢 这个7.0呢 可能是因为里面问题 但是外表看起来 非常不错 Amazing Spider-Man 204 8.0 因为这个是1980年代 所以是 比较新一点的 然后他这个有 Black Heart Appearance 这个是一个蛮有名 在Spider-Man里面 蛮有名的 所以呢 这个漫画本身是不错的 然后加上颜色 和这个画的人 是蛮有名的 所以呢 这个整个漫画都不错 然后8.0呢 也是因为这个是 角落一点问题 然后呢 因为 比较旧一点 所以呢 颜色就比较 黄色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Giant Size Captain America No.1 这个呢 是 是 重新 这样子 四五集合在一起的 他说Giant Size呢 就是 平常四本漫画合在一起 然后呢 他是 7.5 然后加上 White Page 所以是非常不错 这本漫画呢 因为是有多集在一起 所以 所以呢 是变成 68 Big Pages 然后呢 是Annual Collection 就是 年纪念的一本漫画 基本上这个黑色不错 黄色也不错 角落呢 有一点点问题 所以才变成 7.5 但是呢 这个非常有价值 可以值得看一下 然后呢 最后一本 Ghost Rider 5 这1967年 我当初送去的时候 我 没有看仔细 所以呢 这角落一些问题 我都没有注意 2.0 是因为 这个漫画 封面 它里面有 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呢 分数少很多 但是呢 这本漫画还是值得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今天就是 看到这些 就结束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看美国漫画 和买卖美国漫画的 2017年的 Overstreet Guy 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 去买一下 看一下你的漫画 现在值多少钱 我之前已经大概解释一下 那个 Overstreet Guy 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 印出来的这一版呢 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我是David 谢谢您观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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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